我们实作的部分是这样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先建构一个基本卖家的类别 所以先写个class 然后它就叫做C-Seller 然后写个公开的程式区的 然后分号结束 然后在这个基本卖家这边呢 它有一个叫Sell的函数 然后在Sell函数里面 它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卖东西 这样我们建立了一个基本卖家的类别 然后之后呢 我们再建立一个衍生类别 叫做SellerA 它是继承字基本的卖家 是class 这边写个C-SellerA 然后打个冒号 然后后面打个public 表示做公开继承 继承字C-Seller 然后大括号开始 大括号结束 那记得要打分号 表示这个类别做完 然后里面有一个公开的程式区段 这里面一样是做一个Sell的 一个函数 这边一样 然后这边我们输出的是叫卖苹果 这样 这样就做好了一个卖苹果的卖家 然后第三个呢 我们做一个SellerB 就做这个SellerB 就做这个SellerB的东西 一样是打个冒号 它用公开的方式计程是C-Seller 然后这边它一样有个Seller的函数 在这里呢 是要输出卖橡胶 这样 那我们就把SellerB 卖马拉拉的这一个类别做完 做完之后呢 先写个组层试看看 antimate开始 然后组层试里面宣告说 我有一个C-Seller的物件 就叫做Seller 然后另外一个C-SellerA的物件 假设就叫SellerA 把它对齐 把它对齐 然后第三个物件叫C-SellerB 然后这个物件名称叫SellerB 然后这个物件名称叫SellerB 这样 然后在组层试这里呢 我可以写说CR 我选去输出说 Seller这一个人 这个人呢 如果他去呼叫 那个Seller的男数 那他就会有一个输出的结果 然后再换SellerA 最后是C-SellerB 最后是C-SellerB 去呼叫Seller的男数 这样 这样会产生一组结果 然后组层试到这边为止 假设我就让他做完了 所以最后Retend 0 然后呢 假设要让他停下来 去看结果 前去看说这样层试想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 编译一下 编译成功之后 可以让他执行看看 他出来分别的是 卖东西 卖苹果 卖香蕉 如果对三个物件分别一个 叫Seller的话 就是卖东西 卖苹果 卖香蕉 接下来 我们来写一个做生意的函数 这个做生意的函数 假设我写在组层试的上方 就是ITMain的上面 我先写一个做生意的函数 做生意的函数 是这样 Do business 然后这边做生意这个函数 他输入的阐数呢 是一个C-Seller的一个指标 就叫P-Seller 这边我先输出说 我现在 是这个P-Seller 在做工作 P-Seller 在做工作 对这个P-Seller 对这个P-Seller 这一个指标 去呼叫Seller的函数 这样 所以这边是建立一个做生意的函数 做生意的函数 做生意的函数 一个全绿的函数 然后 在组层试这边呢 就分别让他去做生意 把Seller Seller A跟Seller B 当作参数 传给他 这样 就分别去做生意做三次 然后编译看看 编译OK 然后拿去执行 所以 如果我们 独立去呼叫Seller的Seller 还有Seller A的Seller 还有Seller B的Seller 它分别都是卖东西 卖苹果 卖香蕉 可是如果把Seller Seller A Seller B 当作那个指标 把它转型成基本类别的指标 传进去给做生意的函数的话 那这边 出来的结果都是卖东西 这三个结果都是卖东西 这三个结果都是卖东西 这样 这是到目前为止 各位要练起做得出来的 整个事的样子